我算了算 按着目前的428万 有职生的大夫算 每人给他们全按20万年薪算 需要8560亿 但是8560亿给他们 让他们能够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 也比让那些院长书记们 把这些钱倒动到他们兜里 也要强得多 没错 老百姓肯定会欢迎的 大家好 我是紫禁城下的互动 这一期呢 以北京互动周哥 聊起了医疗反腐这一话题 周大哥呢 用几组数据说明了 医疗反腐与高薪养联的关系 特别强调 高薪养联完全可以支撑免费医疗 咱们听听周大哥说的 是不是有道理 大哥好 挺好 咱们再继续说说 医疗反腐没事 就是在这个 接着说这个啊 就是这个 这个21年呢 北极三院呢 有一个肿瘤内科 叫张玉医生 他揭露这个 医院的这些黑幕 对于这些 这个不良的 这个 医生 就是在这个肿瘤科嘛 他接触很多的肿瘤患者 对于这些患者呢 过度的错误的治疗 就是为了牟利 他把这接了以后呢 最后呢 在社会上 在网上有了影响了 医院给他 开除了 所以 就跟他就是解聘了 应该是解聘了这个 劳动关系了 哦 到现在呢 等于转到了 今天呢 对 这医疗反腐呢 他呢 就是后来呢 回到老家 在浙江那边呢 到一个小诊所去这个 呃 工作呢 工作了也没有 两礼拜 也被人家举报 还是有人 是别有用心的人呢 来到那走乱 哦 最后他呢 也干不成了 可以 现在呢 他在网上呼吁呢 他还想回来 当医生 嗯 所以说呢 我认为呢 既然在网上 他就个实名的这么说呢 我认为呢 像这个医院这种 好医生 肯定有 没错 只不过呢 他们因为是年轻 对 因为是呢 刚进入这个社会 对 他们到了医院呢 就是里头医院呢 很多的内幕 他们不知道 没错 所以说呢 就是这个事情呢 就说是 呃 医疗的这个事情呢 就是 呃 这几年呢 国家也下的大 那个利息 就是医疗改革 对 2019年呢 开始的这个 就是这个 集采 嗯 就是集中采购 嗯 2019年 实行集中采购 这药品的时候呢 就是全国的 很多的药企都来了 因为他以后 这个形式就是 药厂不能对医院 对 就是国家来这个 这个医保部门 去来这个 确认这个 所以他来了以后呢 大伙报价 最终就是说呢 同一种药 同一种类型的药 嗯 谁的便宜就采购谁的 嗯 至于价格 你们底下 你们自己去 去拿什么去 嗯 商量去 嗯 就是谁的便宜 我就要谁的 嗯 那年呢 就是很多的 外国企业 因为呢 就是呢 不适应当时的情况 啊 所以说呢 外国的很多的药 当年就没有 进入这个采货名单 哦 这个时候呢 就有国内的 很多人 因为那时候 还有很多的 就是一代嘛 就是医疗代表 对 他们觉得这个 就是说呢 呃 外国的药呢 进不来 中国的药呢 就是那个 效果不好 嗯 这样呢 就是过来呢 转眼的 就到了20年 嗯 隔了不到一年 哦 就是第二次 医药采购呢 就是在上海 举行的这回招标呢 外国的药厂 来了很多 哦 直接就把这药 平均降了多少呢 降了82% 我就好 就比上一年 他卖给中国的药 平均降了80% 哦 而且我在一个视频里呢 在去年前年的一个视频里 我曾经说过 就是特别让我惊讶的 就是呢 我知道那个药呢 就是治疗糖尿病的 就是拜尔 拜尔公司出的这个 叫30毫克 白糖瓶 哦 白糖瓶了 这个药当时呢 卖的呢 我在医院里开的的时候呢 是应该是在68块 到71块之间 嗯 就是北京的三家医院 嗯 他的给的价呢 应该是在65 当时 就在2020年那年 他一下降到5块4 就降跌了10多倍 啊 完了呢 这些医院的同行们呢 他们呢 又说呢 啊 这这这这这 这外国人在这儿 啊 就是 高了十几倍 一一片不到两毛钱的药 嗯 他们能够加了十几番在中国卖 对呀 可是我想说的是 那个时候你们那些中国人 跟这个医疗有关系的那些人 干嘛去了 对呀 他降了这80% 实际上这80%就是中间的环节 没错 他降了80% 他也不会说 赔了 对 来去 来卖 对 他也会 有赚的 对 这样的时候呢 大家就大家呢 就可以想象得到的 这么多年 中国人花钱买药 嗯 就是花了多少约梦钱 还真是 而且呢 上海呢 有这个医疗方面的专家 对咱们这个中国 就是国产的这些药品呢 有一个大概的评估 咱们生产的药 第一 安全 无作用 哦 好 利润还高 可以 他给出的就是这几点 嗯 就让我想想 确实是这么个事 哦 就是希望网友呢 就是呢 呃 在这个有病 看病的过程中呢 应该首先呢 要呢 觉得呢 自己是不是一个 比如小毛病 嗯 如果是小毛病呢 就别去了 就别上医院了 真是 知道吧 嗯 你像什么那个 咳嗽发烧感冒 对 长个什么小街子 嗯 就是了 药房买点药 或者上医院去 小的这卫生站 开一点 能够治一下就得了 不要呢 特别相信这些 哎 你像这个 嗯 这个这个 上海这些专家呢 就说呢 这个 中国十四几人 平均他有一个数 就是平均是去年 还是前年 就是这么一个数 大概 呃 老百姓花在这个药上的 钱是多少呢 啊 是相当于差不多 两千块美人 平均啊 哎呦 那真不少 这样呢 我算算呢 就是14亿呢 就是2.8万亿 啊 但是这个药呢 只占了医疗 就是去医院的 这个过程中的呢 这个 包括检查 手术 各种费用呢 这个药呢 只占40% 哦 所以说呢 你40% 2.8万亿 那60%呢 就是4万多亿 啊 对 这边加起来就是 六七万亿 啊 就中国每年消耗的 平均 这个在这个医疗上的 就有六七万亿 嗯 六七万亿 肯定这个社保基金 承受不了了 对 就是说呢 有一部分是 老百姓自己花的钱 对 这样呢 就觉得呢 离这个 呃 全民免费 我觉得应该离那个 目标不远 啊 不远了 对吧 对 因为既然已经这么多钱 嗯 大家可以想象 吃的这个药 老百姓吃的药呢 不治病 但是他安全的 安全的就是说你吃不死 吃不死就不治病 嘿好 所以说这个世界呢 其实不矛盾 就是说呢 利益勋心的这些 就是商人 真是 就是这些住处 嗯 他们在这里起的一个 就是 损人不利己的这么一个 作用 哎 这样呢 我就觉得呢 既然国家拿出了那么多钱 老百姓拿出那么多钱 就是趁着这回这个医疗反哺 嗯 就是正经八百的 把这个事情呢 做细致 做深点 哎 真是 一劳勇于意的 解决了老百姓的这个 呃 看病难问题 哎 说的好 因为进入了老年老老老龄社会了 对 从今年开始呢 陆续的就是六七十年代的人 嗯 也要退休了 对 每年有将近两千多万的退休人 看你退休人员 这些人呢 就是五六十岁了 嗯 进入老龄化 他会或多或少的都会有这病那病 就是呢 他们呢就是呢 呃 看病呢 看病难 这个问题呢 一时解决不了 但是 趁着这次反哺 就是 呃 一线的 医生大夫们 他们既然这么辛苦 嗯 就是 说高薪养 养联 对 就是提高他们的工资待遇 嗯 他们就去安心的去给老百姓看病 不要过度的治疗 我算了算 按照目前的四百二十八万 这个 呃 有职生的大夫 啊 每人 给他们全按二十万年心算 嗯 需要八千五百六十亿 哦 但是八千五百六十亿 给他们 让他们能够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 嗯 也比让那些院长书记们 把这些钱捣动到他们兜里面 也要强的多 没错 老百姓肯定会欢迎的 哎 真是 谢谢大哥 谢谢哥 其实老百姓一直呼吁免费移民 从周大哥分析的数字来看呢 完全可以实现这一目标 对此 您怎么看 欢迎大家留言评论 这一目标签的 对此